大家好,这里是一厢的厨房 在这里将与大家分享健康美味的家常菜 还有让我们回味无穷的家乡美味 此辖留香的异国美食 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鸡蛋炒剩瓜 这道菜所用食材非常简单 主要食材只有鸡蛋和鸡蛋 剩瓜 剩瓜也就是带铃丝瓜 我们在多伦多的华人超市都可以找到 这个丝瓜炒后清甜可口 首先我们要刮去一部分丝瓜 带狼儿的硬皮 刮皮的时候注意 只削去表面比较硬的部分 这样做是为了让炒熟的丝瓜清脆不软烂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再准备两个打好的鸡蛋切一点葱花 现在将削好的丝瓜切成滚道块 像这样就好 现在食材都准备好了 开始炒菜了 锅中放入半大勺油 烧热 将打好的鸡蛋倒入锅内炒熟 鸡蛋炒好后盛出备用 炒锅再放入半大勺油 油烧热后放入葱花嵌锅 葱花炒出香味后放入剩瓜 并将剩瓜反复变炒至变色 剩瓜炒好后 再将炒好的鸡蛋倒入锅内 再将鸡蛋与剩瓜翻炒均匀 再倒入一小勺盐翻炒 翻炒均匀就出锅装盘了 炒好后的剩瓜清甜可口 品尝一下清甜美味 搭配米饭馒头粥 任何主食都很好吃 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鸡蛋炒剩瓜 简单易煮 美味且营养丰富 希望大家喜欢 我已将这道菜的配料放在后面 如果喜欢 请您点赞订阅 我会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更多美味的家常菜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去一厢厨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